4月不管大盘涨跌 股市必须要远离这三大板块 否则宝马变摩托变单车 哈喽大家好 我是技术派焦一新 一个十年禅论技术研究的老技术派 今天呢跟大家整理一下 下周面临风险的三大板块 新进来的伙伴 记得点个关注 不迷路 后续呢验证我的观点就好 老朋友记得call666 常点赞正能量支持一波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 第一要远离的板块 就是锂电板块 随着碳酸锂价格一路击穿 每吨50万元 40万元30万元 整个市场啊出现了 无脑下跌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那面对价格在20万元 到30万元每吨的碳酸锂价格 整体的纳电磁呢 是否还具有成本优势呢 那业内的人是认为啊 纳电池的优势上存 但最为关键呢 是实现量产啊 才能把成本优势啊显现出来 同时呢 如果每吨15万元的锂价 那纳电池的话 仍具有绝对的竞争力 有机构测算 碳酸锂价格在每吨10万元的时候啊 规模化产生的纳电池仍具有15%的成本优势 那一方面呢 我们的碳酸锂价格呢 也在不断的持续下行当中 去年涨的有多凶 今年啊 跌的又有多惨 另外一方面呢 又面临纳电池抢占市场 所以说啊 锂电池的基本面仍然不太乐观 从技术面来看呢 随着一波下跌之后 锂电池近期啊 出现了小幅的反弹 但很明显啊 是弱势反弹 相应的标的呢 也在不断的下探探底的过程当中 而且呢 年限啊 也是一直压制着锂电的高度 随着基本面的走弱 技术面呢 还会有进一步的下行空间 所以说呀 我们要小心谨慎 不要学着跟人家去抄底 抄底呢 我们要抄底有度 抄底有法 那接下来呢 那第二个要远离的板块啊 就是汽车整车 首先我们看消息一 近日呢 2023年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上啊 交通运输部表示啊 新能源汽车在售后角度的发展 那是比较滞后的 面临很多的不足 那如售后的维修资金支持不够 规划不足 标准缺失之后的 所以啊 这也是我们面临的车企的一个严重问题 同时呢 又有一条消息发酵 华为内部发文呢 提到了不照车 已经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那华为的负责人呢 也强调了 中国电动汽车 这个百人会论坛 2023当中呢 公开表示啊 照车禁令 阐述了一些原因 但是我们知道 汽车行业在现有的一个阶段下 以及整体的市场消费下滑的这样的一种环境下 照车呢 确实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压力 那同时第三大压力来源于什么呢 我们知道今年的7月1号号称 史上最严格的排放标准的国六币标准啊 即将实施 而且呢 中国的汽车协会呢 也组织召开了部分的汽车主机场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换购的一个座谈会 包括前段时间东风汽车大规模的补贴降价 引发车市的一个地震 很多的汽车厂商呢 都进行了参战 但是呢 国内多家主流车企也表示透露 目前啊 国六币非RDE车型呢 还有200万辆左右的库存没有消化 车企建议啊 考虑到实际的销售情况 也避免大量的浪费损失 建议了国家给予6到12个月的销售过渡期 很明显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是整体的排放标准的压力 时间在不断的推进 库存的消耗还远远没有达到整体的一个一个良好的状态 同时呢 消费的复苏升级还要不断的滞后延续 所以说的话 面临的汽车大消费型的压力啊 确实是很大 所以我们不要盲目的进行去抄底了 那最想跟大家强调的还是第三个 第三个板块就是TRAID 你看意大利的保护局已经提到了 这个已经开始干嘛呢 抵制这个OpenAI的TRAID GPT了 所以包括这个三星电子的聊天机器人 这个TRAID GPT不到20天 重要的数据进行泄露 对吧 所以说的话 你像比利时男子 疑似跟这个AI的聊天机器人 聊天后啊 感觉到自杀 这非常后果非常严重 所以说欧盟呢 现在已经通过欧盟的人物智能法案呢 来规范人物智能的使用 所以说的话 大家知道 短期内这些政策没有出台以前 对于整体行业啊 起到一定的一个制约和压制的一个作用 而且我们国内 我们看到人物智能概念板块 已经不断的创出了新高 TRAID GPT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两段式的一个趋势上涨 所以说呢 短期内呢 谨防高位呢 去做接盘侠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短期内等待大规模调整之后 我们再选择布局 因为现在在风口浪尖 所有抵制TRAID GPT的这些欧盟 这些国家啊 已经开始不断在网上开始发酵了 因为这个发酵言论呢 从最开始的 马斯克联合1000多名AI的专家 在未来生命研究所发布的一封公开信 作为起始点 对吧 暂停GPT4 更高级的AI模型的训练 至少要延迟6个月 这是第一次开始 我们发现啊 整个对于这些负面的消息就不断的发酵 所以说对于我们 此时这个概念板块在高位的过程当中啊 是有一定的利空的这样的一个压制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小心 当然中长期看好 但是短期内我们一定要小心远离 那么最近啊 大家呢 如果对于整体操作上 对于整体方向上 对于整体技术上把握不清楚的 大家可以看我的文章 我的文章呢 每天收屏之后都会分享三匹白龙马 铁粉呢 记得准时去查看 如果说你是新朋友 不清楚在哪里看的 那你经常用什么和你的朋友发红包 在那里呢 收技术派交易信 记住6个字 多一个字 少一个字 都是冒充 关注我的文章就可以了 那今天呢 我们分享的三大远离的板块啊 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听懂的伙伴们 记得评论区打卡一波666 长按点赞 好运不断 关于每天收屏之后呢 都会给大家做详细的收屏解读 和大盘的精准预判 大家呢 后续连续跟踪验证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 祝大家2023年股市长红 我们下个视频见